消防车鸣笛声大作赶往火灾现场救人 江西省新渝市雨水区 24号下午一处商店街发生火灾 只见大量浓烟窜出有数十公尺高 民众把床垫扔下楼纷纷跳窗逃生 先抱着井 抱井这边地下是着火了 着火是下午三点多钟 从那个通道 楼下那个通道口冒出 激活点疑似在地下室 当时有工人正在进行冷冻库装修工程 因为违规施工不慎起火 加上现场堆放许多装修材料 导致火势迅速蔓延无法扑灭 大量浓烟通过管道涌入二楼 由于事故现场一楼是网咖 二楼是补习班和旅馆 火灾发生时有许多学生受困其中 要事故的是搞装修吧 搞一个什么冷冻库吧 这个楼房就是加上地下就是三层 主要是二楼人多 一个宾馆一个是培训部吧 年关将至三十九个家庭 就此破碎天人永隔 江西省下令 辖下补习班全面停课 要确认消防安检过关 全体起立 为预览人员 莫爱 由于先前河南省一间小学 也因为宿舍起火 13名学生被活活烧死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国务院总理李强 即刻下令 将权力救灾救责 还家属一个公道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